MyViewBoard它是一个互动教学的工具 那所以你在班级上面 如果你在班上你有触控萤幕 它本身就可以在班级上面 做触控萤幕互动使用 那远距的情况下 它还是可以用 然后有某些功能 其实还是非常的好用 那另外在远距的部分 它有另外准备一个叫做数位教室 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做 做简单的练习 那今天大概有七层的内容 会在基础的白板互动的使用教学 然后另外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会让各位体验一下数位互动教室 那所以各位需要除了 我们在做这个MyViewBoard练习的时候 各位需要有电脑 所以如果你是用平板的话 可能会没办法操作 所以希望你有电脑 然后最好是因为又要远距 所以最好准备双萤幕 会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是准备的部分 那另外等一下 等一下有那个远距互动练习的时候 可能还要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用 所以大概会准备这些东西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那个安装跟登录的部分 那在各位如果装好之后 你在第一次打开MyViewBoard这个互动白板的时候 它第一次会要求你去注册 那只有软体安装的那一次 它是需要注册登录的 那之后你装好了之后就会长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G 这个Google 请你从这里点 从这里去登录 然后它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请各位记得 请你用那个教育处给的HLC.edu的账号 这个去做登录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Google账号 因为权限不一样 它给教育处的HLC的这个Google账号 它是有经过授权的 所以所有的功能都能用 所以请各位使用这个 那基本上这样子就登录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画面给缩小 那它就会进到你的页面 那请各位先登录进MyViewBoard 那如果他问你要不要更新 我们就暂时不用更新 好请各位先登录 那登录好的请你在那个讯息列上面输入1 那我的那个新制图上面有步骤 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 你需要去注册 所以你要记得用HLC的那个账号去注册 然后去收信 收那个认证信 从认证信里面把它那个连结点出去 就启动了 这只有安装的时候需要做 需要做这个认证的动作 那之后就不用了 那如果你是在那个学校电脑教室 因为电脑教室有还原软体 所以如果他没有先装进去 那你就变成每一次安装都要去认证一次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可以如果要在电脑教室 老师要在那边学习的话 就建议网管把它先装进去 那MyViewBall它本身它是那个ViewSonic公司的所出的一个软体 那主要它是配合那个触控白板的运作 早期是这样 那因为那个现在远距教学的关系 所以它都把软体的 他们软体的部分就没有绑硬体 没有绑硬体 所以如果你在学校你有任何一家的触控白板 都是可以配合使用的 那如果没有触控白板的话 它的有很多功能是不一定要用触控白板可以使用的 那或者是说老师你也可以使用那个手写板 或者是那个外接的触控萤幕 也是可以达到类似的功用 类似的功用 那我们在做那个远距线上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在那个荧幕上面写字 写得漂亮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最便宜的就是直接买个手写板 大概600-1000左右的就可以了 你不用买到那个三五千块的那种绘图板 这种就可以达到手写的功能 那如果你想要在手写的位置就可以看到那个长相 那你就可能要买那个手写的荧幕 手写的触控荧幕 那所以这个是各位的一些选项 那当然如果不想要那么 花那么多钱或者技术那么高超的 你就是用网络摄影机直接对着桌面 然后你拿纸笔在那边写就可以进行教学 那所以这个是跟各位提醒的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用了MyViewBoard的这个白板软体之后 那其实网络上还有很多家不一样的 那他们的专长也各有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那个互动性比较强的 在那个问答上面互动性比较强的 我会建议各位使用那个提摩豆的HiTeach CC 那如果你想要做教材然后有比较多变化的 那MyViewBoard是不错的选择 那另外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那个Quiz或者是什么卡户 这个我想各位之前做行动学习应该就很熟悉了 应该就很熟悉了 那这些都是可以有交互运用的 好那我想应该至少有七八成的老师都已经登录进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继续啰 好 那各位老师如果登录进来之后啊 那你怎么知道说你的账号是不是有登录进来 那其实很简单 在你的白板软体里面 在你的白板软体里面呢 如果你看你的这个原先的账号登录状况这边 这个小人头的这个地方 你把它点开 你会看到直接它就出现一个教室的名称 然后就是